嘿 你好 請問是陳女士 我們是鎮匯頭的中醫師 打電話過來 是 好 方便開一下我們的視像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有什麼不舒服呢 有幾聲咳 有些聲音 好 你覺得現在有怕風呀 怕風呀 怕渡呀 這種情況呀 沒有啦 嗯 OK 啊 好 口乾呀 口苦呀 有沒有呀 少少 分得一般的 你身條尼呢 什麼意思 看看呀 身條尼 OK 好 嗯 見到了 是 嗯 嗯 好 那醫師都會開五天藥給你的 每天吃兩次 每次吃一包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嚴峻 位於香港晉慧大學的中醫抗疫遠程醫療中心裡 網上中醫醫診緊張有序地展開 2月中旬 香港晉慧大學組建了中醫抗疫醫療隊 並於3月初成立遠程醫療中心 為新冠確診者 安老院社長者 提供免費的線上中醫醫診 藥物遞送等服務 我們當初實際上為了緊急設定這個遠程醫療中心 所以大學拨了一個兩層樓 五樓跟六樓 這個本身原來是客室 臨時改裝 在三四天之間把它全部翻成一個遠程醫療的中心 它要符合防御的要求 醫生之間不能夠有太多的緊密接觸 第二個要和服遠程醫療 這樣有整個的處方電腦系統 跟病人的接觸系統 目前整個醫療過程的流程上非常順暢 像我身後這個是一個醫生的工作站 在目前晉慧裡面有20個醫療工作站 每天的診證名額是1000個名額 截至目前 香港晉慧大學中醫網上診證已服務超過2萬人 每日最多服務1000人 此外 晉大中醫團隊還參考內地經驗 結合香港實際制定了香港新冠病毒感染中醫診療方案 規範臨床醫療診證 為醫生的診斷 治療 用藥等方面提供指導 除提供遠程中醫診療服務外 醫療隊還為新冠確診者 密切接觸者 及安老院社長者 員工及時提供精神支援及輔導 幫助他們度過艱難的時期 近日 晉大中醫抗疫醫療隊又進入啟德贊託中心 為輕症的新冠確診長者及康復中的體弱長者 提供面對面的中醫診療服務 真實地面對病人去給病人看著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對我們中醫 年輕中醫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參與到這個抗疫工作裡面 就是在這次疫情裡面 我覺得公眾也能看到很多 就是中醫 也能去對抗疫情 香港晉會大學校長魏炳江表示 中醫是近大的優勢 近大中醫參與抗疫則無旁貸 多年從事光子學研究的他表示 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 現代遠程醫療與傳統中醫問診的望聞問切相結合 將大大提高中醫問診的效率和效果 中醫傳統中醫是以觀察為主的 所謂觀察就是用全感器 眼睛看 現在很明顯有相機 醫師就會看著你的臉的顏色 如果我們控制好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著你的臉的顏色 你的樣子 再加上大數據分析 就可以做得一個比較準確 科學化、規範化的一個診斷 傳統的文是有兩種解法的 一種就是聽你說話 有沒有咳嗽那些東西 亦都是說有些醫生聰明的 可以用氣味這個文 你身體發出的氣味 是感覺到你的病情是怎樣的 聽聲你現在很容易 我講電話都聽聲 氣味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現在有一些電子的儀器 所以是電子鼻 問就更加容易 問診就討論 這個一定做到 香港進會大學校董會 及資議會主席陳振仁表示 大學是人才匯聚之地 應用好大學的資源 全力支持抗疫工作 他表示此次進大參與抗疫 旨在向香港市民展示中醫中藥 在抗擊疫情方面的獨特優勢 也將為學校日後 運營香港首間中醫醫院 提供保衛經驗 大家都知道香港過往 市民大部分對中醫是比較陌生少少的 是很大部分都是對西醫是比較接受的 但我相信今次這個新冠肺炎的抗疫 是展示到我們中醫藥是可以在疫症方面 流行病方面是有一個很有效和很快捷 亦都相對費用是廉宜的 香港在2025年應該就會有第一所的中醫院開始運作的 浸門大學很榮幸 可以拿到這間中醫院的營運權 是15年 在今次抗疫的經驗裡面 我相信是對我們日後工作有非常大的影響 就是真正來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